歡迎收看2月4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劉民翔 先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提醒觀眾朋友們 今天開始會有一波新的寒流逐漸的南下 全台灣各地的氣溫都會明顯的轉涼 從北到南 溫度是越晚越低 出門記得要把厚重的外套給穿上了 注意保暖 那麼北部跟東半部因為降雨較多的關係 白天溫度稍涼 高溫約有19度到20度左右 新州以南可以見到陽光露臉 高溫可以達到22度到23度 中南部日夜溫差可能多達10度左右 這個要早出晚歸的朋友 記得多帶件衣物來進行保暖備用 先帶您繼續關心國際媒體的重要信息 首先來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標準普爾以13億美元核解評級欺詐制空 繼續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克羅埃西亞跟塞爾維亞互相屠殺 聯合國法庭判無罪 接著看到大紀元時報紐約大都會版的報導 與雪冰交加紐約交通亂成一團 繼續看到大紀元時報台灣版的報導 金管會15件揚聲不懈 預估年底前量能增益成 來看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報導 日本政府強化反恐加強海外日本人學校警備 早安新當人首先帶您看到的是寒流來襲 明後天將會籠罩全台各地 周五低温甚至要下探到8度 一直要到星期六的白天才會減弱 明天開始寒流南下 首先還是北部東北部地區先受影響 我們明天在北部東北部地區 溫度會一路往下降 而各地在明天越晚溫度會越冷 這波寒流最強的時間會出現在星期四夜裡 到星期五清晨 我們預估星期四夜裡到星期五清晨 中部以北和東北部地區普遍會出現10度左右的低溫 沿海空曠地區低溫也只有8、9度左右 甚至南部地區的低溫也只有12、3度 氣象局表示這波的冷空氣是比較濕冷 高山地區有機會降雪 而在周六稍微回溫之後 星期天又再會有另外一波新的寒流南下 也提醒計劃出遊的朋友要注意保暖 極端組織ISIS凌晨公布了一段影片 據稱影片當中是去年12月ISIS俘虜的 約旦飛行員被關在鐵籠當中活活給燒死 約旦政府證實ISIS已經在元月3號 殺害所俘虜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 約旦政府先前曾經表示願意跟伊斯蘭國換球 但要求證明卡薩斯貝仍然活著 遲遲是沒有收到回應 約旦先前曾經放話 如果ISIS敢殺飛官的話 約旦會處死所有ISIS囚犯 跟伊拉克女炸彈客雷沙維 法新社引述約旦官員的報導 約旦將於4號處決雷沙維 報復伊斯蘭國殺害飛官卡薩斯貝 日本人質記者厚藤健二 曾慘遭ISIS殺害 但在他的臉書頁上面 卻持續有支持者的湧入 目前人數已經突破5萬人 許多來自中東國家 一起緬懷這位犧牲奉獻的記者 來自埃及的青年在色谷車站前 手持著我是健二的紙牌 上個月20日自從厚藤遭IS綁架後 厚藤的許多友人便透過社群網站串聯 支持救出厚藤 在臉書的聲援活動 我是健二到2月3日 已經有超過5萬人按讚 也流傳到英語圈及阿拉伯語圈 甚至伊斯蘭教徒都響應 而厚藤過去的推特 也被網友大量轉推 他在去年10月23日的最後一篇推文寫道 伊斯蘭國和敘利亞及西方陣線正開戰 因為戰爭新產生出的18萬難民要怎麼辦 倒出了戰地記者的人道關懷 這段厚藤製作的敘利亞紀錄片 在2012年NHK節目中播放 厚藤也上節目講述他的採訪經歷 當時的政府軍與反政府勢力交戰 每週約造成100人死亡 厚藤在難民營裡 預見了持續用手機記入戰況的敘利亞市民 厚藤的報導以人道為主軸 著眼戰爭 難民 貧困及兒童教育 用鏡頭記入在險境中人們的實況 雖然後藤已經離世 但他所留下的影像和隻字片語都為人津津樂道 就如同他四年前的一則推文 彷彿就是他現在的寫照 閉上眼睛 屏住氣息 生氣或怒吼過後已成過去 就好像祈禱一樣 人類不應存有仇恨 神自會做出審判 這是我的阿拉伯兄弟教我的 新唐人記者 林玉真妮報導 我們把這個鏡頭轉回到台灣 隸屬於國防部中科院底下的這個飛彈製造中心是驚傳意外 在昨天下午4點左右飛彈製造中心在進行隱性測試時 因為機器故障發生爆炸 造成一位上校的組長大腿遭到碎片給貫穿 而另外一名少校的紀氏也被碎片擦傷 兩人都被送往三軍總醫院來急救 好 另外一方面 鼎心製油前董事長魏映聰 昨天召開嚴押停 法官裁定仍然是認為沒有羈押的必要 提高魏映聰保金為3億元 其他三人仍是500萬交保 上午9點10分 魏映聰之聲來到彰化地方法院 面對大批媒體不發抑鬱 經過半天審理 彰化地方法院宣布 前鼎心董事長魏映聰以3億元交保 被告魏映聰部分改為交保新台幣3億元 那其餘的條件均與前置的財政相同 關於篡政的可能性 以及台灣的可能性 均與大幅的降低 所以認為所謂的比例上 比例性原則上 已經沒有羈押的必要 嚴押停開到下午3點25分 平面媒體一度傳出法官裁定當庭羈押 等到大約4點 案情180度大翻轉 彰化地方法院裁定魏映聰3億元交保 魏映聰委任律師羅封印停後表示 就目前這個檢察官講了會犯罪幾十次 然後重刑的這個基礎的事實已經有變動了 所以逃亡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 然後這個篡政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 所以他認為沒有必要再激壓 魏映聰家屬快閃走人 彰化地檢數表示 此案件將等檢察官開完停後再做討論 新郎兩台電視秋天喜夜 新鴻詹勇如台灣彰化報導 2015年金管會的施政重頭戲之一 以股市揚升計劃出爐了 除了放寬漲跌幅限制 從百分之幾提高到百分之十之外 也取消了個人融資融券限額的制度 這項措施將會在8月3號正式生效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以來 對於財團BOT案是加緊審視 是否會影響到未來企業投資BOT案的意願呢 對此 正委董事長郭台強 認為法令不應該塑及既往 而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則是認為 BOT是個很簡單的事情 一點都不複雜 從台北巨蛋松岩文創園區到鴻海三創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審視財團BOT案缺失 為民眾利益把關 不過卻也觸動財團敏感神經 這是一個大家利益的問題 怎麼利益平衡的問題 就是法令制度不能用追溯的方式 就是包含諸如此類的部分 不能用追溯的方式 我想將來這個BOT的這個也是一樣 在協議訂定之後的話 你用這個追溯的方式來檢討 我是畢竟對參與BOT的業者 是不太公平的 幫哥哥緩家 希望政府BOT案相關制度 能再做檢討 由於三川園區招標正義 被郭董登報放話 引發可疲不滿 一直到近日 雙方才破冰 重啟合約細節討論 而另一個爭議焦點 則是遠雄巨蛋合約與完工實踐 趙騰兄姿子趙騰嘉 重申配合立場 然後我們也會盡量配合政府的意識 來往前繼續去溝通協調 謝謝 那所以今年會完成 攪拒蛋的工程嗎 我們的努力就是今年要完成 與會主席大佬態度低調 就怕財團越過界又招惹爭議 不過一致認為BOT案的相關法令 有再次修訂的必要性 元素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則認為 BOT案要從第三者角度來深思 這個是幫著政府沒有預算的時候 有拿錢出來 然後operate 然後再transfer back 很單純很簡單的事情 那你過了多少年後再來談 那當然情況不同 值得要真正以第三者角度深思 能夠了解才曉得 BOT案涉及政府 財團民間利益成為過去不能說的秘密 可疲上任後雷警隊財團的緊箍咒 成為媒體議論話題 相關法令有必要重新完成訂定 達成雙方面的共識 新台電視綜合報導 接著在那用100秒瀏覽重要的財經訊息 瑞士央行上個月中 無預警宣布撤手1.2瑞郎 兌換1歐元的匯率上限 瑞郎一口氣飆漲40% 2日瑞士法郎對歐元貶到兩週低點 市場傳瑞士央行 確定瑞郎對歐元的匯率區間 顯示央行進來積極干預會市 祖生瑞郎 因果公司週一發行65億美元的公司債 上週才公布季度利潤大幅度上升 且新iPhone銷售強勁 投資者原預期蘋果將發行50億美元公司債 但最終決定發行金額提高至65億美元 顯示市場需求強勁 在希臘總理和財長展開遊說之旅 分頭赴歐洲國家訪問爭取重新談判 2400億歐元的索棍方案之際 美國總統歐巴馬聲援希臘的反尊傑立場 他在接受CNN專訪時說 除非有關當局放寬尊傑措施 否則希臘無法達到強勁的經濟復蘇 歐巴馬表示希望希臘留在歐元區 但這需要各方的剖鞋 石油和鋼鐵價格錯跌 製造商的輸入成本 創2009年3月來最大減幅 調查顯示 中國製造業一月出現供應過剩 需求卻依然不足 導致物價和生產皮弱不振 今年全球陷入通縮的風險一發升高 新唐人雅克電視這裡報導 在全球有超過6億用戶的通訊軟體LINE 也要進軍影音行動市場了 行動通訊服務LINE昨天宣布 將會擴大在台灣提供娛樂內容的服務 除了疑速人創作漫畫內容的LINE Webden之外 還會將日本漫畫來合作 以及可在手機上來觀看韓劇 台劇的行動影音服務LINE TV 預計在今年春天就會推出 香港明報總編輯 中天翔日前臨時撤換六四密件頭條 換成阿里巴巴引發員工不滿 發起割筆行動的抗議 要捍衛新聞自由 下集早安新唐人馬上回來 寧意氣韻天人合一 中華筆裝精湛工藝 揮催傳統運函 結合在地精神 揮毫間勾勒緩慢字意新境界 承傳中華五千年文化 開創漢字新生活美學 中華筆裝帶您找回書寫的美好 我喜歡你乾淨收爽 我喜歡你除臭抗菌 我喜歡你舒適透氧 Unitop 組好除臭襪 使用黑金鑽除碳纖維 給您前所未有的乾爽感受 防眉抗菌持久彈性 排水透氣冬暖夏涼 除售率百分百 堅持最好 環保健康 現在就上網搜尋 Unitop 組好 藝術 生活 品味 為陶瓷產業創立新標杆 台灣 英哥 新泰語園 甲崩的好朋友 泛有產品重視現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衛生飲食的標準 不含防腐劑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雲劑 現代人養生飲食的最佳選擇 中獲罐頭類的金牌獎 幼良獎及全國金字招牌獎 並持著服務 奉獻 健康的經營理念 提升國人吃的品質 更能讓消費者購買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歡迎回來香港明報總編輯 中天祥日前臨時撤換六四密件頭條 換成阿里巴巴 引發員工不滿 明報職工協會昨天傍晚發起戈壁行動抗議 多名員工到報社門口放下筆桿 疑似捍衛新聞自由 並要求中天祥解釋撤換頭條的原因 結果明報昨天深夜即時新聞 刊登了一篇中天祥庶民的聲明 強調自己有權力及責任調動版面 有關六四密件原文並未做任何的修改 並於選住的位置來刊除 不過香港季協對於明報改頭條的事件 已經表示關注 高雄大港開場即將在3月登場了 繼上個月宣布香港藝人和韵石 確定參加之後 今天又公布了一位確定參加的人 就是香港雨傘運動的代表黃之鋒 雖然黃之鋒目前沒有預定要開場 但會和台灣民眾分享心得 3月29日高雄見 香港雨傘運動代表黃之鋒 在自己的臉書上預告台灣行 年僅18歲的黃之鋒在香港雨傘運動 起到關鍵作用 這次受大港開場邀請 參加NGO議題村公民講座 同樣受邀的還有時時現身 在香港雨傘運動前線 被封為香港俠女的藝人何韵石 與黃耀明等香港音樂人共同創作的歌曲 撐起雨傘 成為香港雨傘運動代表歌曲之一 去年3月台灣太陽花學運 9月香港雨傘運動 民主議題成為兩地年輕一代關注焦點 這次黃之鋒和何韵詩來台 也讓台灣民眾直接聽見 一國兩制體制下的民主歷程 新唐爾太電視張麒麟整理報導 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公司 被中共全國總工會點名 違法讓員工加班導致員工過勞死或自殺現象 昨天晚間鴻海集團發出三點聲明 來澄清批評這樣的推論 是草率難以服人 大陸全總會郭君的指控點名 富士康違法超時工作 導致員工沒有休息的時間 引起陸媒大篇幅報導 昨天下午鴻海集團回應表示 承認公司面臨處理員工加班的問題 但是強調皆執行六修一政策 並提高薪資補貼 紅海回擊 郭君沒有到現場 卻拋出了郭勞斯等因果關係的指控 結論相當草率 難以服人 好 我們把鏡頭轉到金門小三通海關 昨天成功攔檢了一名張姓旅客 企圖攜帶數千枚偽造的銅板來闖關 總市價超過6萬元台幣 嫌犯共誠時朋友拜託他運往台灣的方便兌換 消贓 全案依違反國幣懲治條例 移送法辦 王章會週六將在金門舉行 這個台聯黨團邀請陸媒會進行專案報告 對於陸方單方面公布M503航線 陸媒會表示將在王章會時進行討論 不過台聯不滿陸委會態度是不夠強硬 輪返破轟陸委會代表 你沒有辦法回答我是覺得你應該走了 你應該站起來起身離開了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回答我們要人民要知道的問題 立委炮火猛烈 批評陸委會代表一問三不知 對於王章會陸方與會人員名單 陸委會表示還在確認當中 不過立委對這樣的回答相當不滿 因為現在目前有一些人員 那個還沒有做完全的確定 所以現在還沒有辦法 現在禮拜二 你禮拜六要會談 你連名單都不知道 你連中方要有誰出席你都不知道 他們會有一團有多少人來 你不知道 這是什麼談判 原本台聯邀請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不過王玉琦沒有現身 而是由企劃處長代表列席 對於陸方單方面公布M503航線 侵犯台灣廢安 陸委會表示 主委王玉琦將會向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當面提出 但立委認為陸方蠻橫指定台灣 實在沒什麼好談 如果中國不同意撤銷M503航線的話 我們陸委會會不會就終止這次的談判 會或不會你就要回答 會或不會就可以 沒辦法在這裡 你沒辦法馬上結束 因為現在還沒有溝通到最後的階段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 不是啊這是跟我們國家的安全 跟我們國家的立場有關的 這個國家的立場還有什麼不能夠決定的嗎 官方一如過往 對兩岸談判細節沒有多做說明 立委罵得再兇也問不出什麼內容 陸委會強調 明天主委王玉琦將前往立法院 向院長王金平與各黨團報告王章會 新唐人也的電視 林家瑋 劉姿營 台灣台語報導 農民續產檢疫單位表示 當地一間養鴨場內的犬隻 被驗出染上H5N8禽流感病毒 當局推測 犬隻可能是因為吃了感染禽流感的鴨 而受到感染 目前站位發現H5N8禽流感 傳染給人類的個案 美國東北部再次受到冬季風暴侵襲 三千多個航班被迫取消 不過美國每年預報春季 何時來臨的賓州土拨鼠菲爾 在當地時間二日早上從洞裡鑽出來了 根據從18世紀以來 土拨鼠預測天氣的習俗 美國至少還要忍受6週冬季的寒冷 美國總統歐巴馬向國會提出 4兆美元的空前預算案 準備對富人和企業增稅並提高國內支出 歐巴馬堅持 美國經濟改善的幅度足以允許局部增稅和提高支出 但共和黨則認為歐巴馬的預算案會危急復蘇 目前的焦點仍應集中在消減預算制止 入圍者五宴 一位準影后 朱雅摩爾 利斯威斯彭 馬利勇克蒂雅 羅山盟派克 菲利斯蒂雄司全到齊 在小心人的雕像前開心合照 珍奇鬥艷 但彼此的煙硝味並不重 僅表示非常開心獲得提名 新唐雅看電視整理報導 現在我們帶您關心神韻藝術團全球巡迴演出的消息 神韻在加州的玩廠家常演出 不僅讓高端珠寶業主有幸搶購到門票 更讓他感動到雙手合十 特意要向藝術家們來致敬 與妻子一起經營四間高端珠寶店 並身兼設計師的Craig Shaw 為神韻著迷不已 看過無數表演藝術的他說 神韻是前所未聞 絕無僅有 神韻舞蹈演員的技法身段 讓他全程摒棄凝神 女高音歌唱家及歌詞也讓他多有啟發 他受訪時一度雙手合十 要向神韻藝術家們致敬 他說一生中至少要看一次神韻晚會 新唐人記者黃文華 少可淳 加州陳縣採訪報導 新唐人原創優質動畫悠遊自在 和天庭小子小乾坤雙雙入選 藍天國際動畫影展正式觀摩影片 台灣動畫再度在海外發光 休息一下 咱新唐人馬上回來 台南市第一漁全會 把好吃的虱目魚送到你家 鹹水虱目魚丸 產地鮮撈 新鮮製成 肉質鮮美 Q彈多汁 虱目魚酥 無法製成 香酥可口 創新小包裝 美味不流失 四種口味 讓您新鮮帶著走 虱目魚的專家 台南市第一漁全會 訂購電話 06786 0091 〈銀行鮮製成 〈銀行鮮〉 今年的耶旦很不一樣 法拉里衛浴 帶您環遊時節 歡迎來到新聞現場 暴風雪萊納斯正挺進 美國東部新英格蘭地區 行進速度是非常緩慢 影響範圍涵蓋內布拉斯 加到緬英等23個州 超低的氣溫 以及高達40里的風速影響 導致道路結冰 交通變得相當危險 不過仍交不息 今年超級被冠軍愛國者隊 第四度奪冠的喜悅 波士頓市長宣布 美國時間週二的慶祝冠軍遊行 照常舉行 最新的統計顯示 上個星期天晚間收看 總共有1億1440萬的美國人 觀看了總決賽的電視轉播 創下美國電視收看人數的歷史新高 好 鏡頭轉回到台灣 寒流報導 疾管署表示 國內開始進入冬季流感的高峰期 上週門診急診的流感患者 大約比前一個星期多了3000人次 不過和去年同期相比 相對是緩和許多 往年流感急診的高峰期 都落在大年初二 目前疾管署也擴增5萬份的 抗流感病毒藥劑 送往全國公費醫療機構 過年期間各大的醫院也將是情況 增加淚流感門診 達到病患分流效果 新唐人原創優質動畫 悠悠自在和天庭小子小乾坤 兩個優質的兒童節目 再受國際肯定 都入選為藍天國際動畫影展 正式觀摩影片 台灣動畫再度在海外發光 新唐人原創動畫悠悠自在和天庭小子小乾坤 兩個優質的兒童節目 綠綠在國際獎項中得到肯定 這次雙雙入選2015年 在美國二海二州舉行的藍天國際動畫節 正式觀摩影片 並於迎戰期間放映 悠悠自在曾在2014年入圍澳洲奧本 兒少國際影展與聖地牙哥國際兒童影展 而天庭小子小乾坤 Heaven Kid 則在2014年獲得第47階 休斯頓國際影展台灣首作 電視製作兒童類金獎 並入選入圍 德國慕尼黑兒童雙年影展 聖地牙哥國際兒童影展 澳洲布拉迪斯動畫雙年影展 博客來錄像集電影節 新唐人原創優質動畫 持續在國際上曝光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動畫實力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定峰整理報導 接著帶您來看到今天2月4號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活動 首先是國發會主委今天進行交接典禮 另外新北市暖冬就業徵才活動 還有2015年世貿年火大展今天開幕 以及這個週末就要登場的陽明山花季 愛上草山活動將舉辦記者會 接著帶您來看到2月4號的天氣預報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